近日,昆明航空发布致歉声明,我斯于2016年8月6日发布的《胆觉身体被掏空》,也需要资格的推送中,使用了葛优先生照片作为文章的配图,未经葛优先生许可侵犯了葛优先生的肖像权益,特此发文致歉。 在此篇文章发布过程中,我斯存在监督审核不严谨的问题,出现本次未经授权,使用葛优先生肖像照片的情况,我斯申表歉意。 我斯在接到葛优先生律师团队反馈的第一时间,也立即删除了相关亲钱图片文章。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,公司会吸取教训,引以为戒,加强内容审核与监控,不觉此类亲钱事件再次发生。 最后,祝葛优先生工作顺利。 据了解,演员葛优曾在电视剧《我爱我家》中扮演剧春生,该角色在剧中有一个经典的葛优堂形象,后来经过网友二创成为了网络热感。 葛优堂表情包在网络上走红,很多企业未蹭热度,使用葛优堂做宣传。 葛优也因此走上了维权的道路,他以侵犯肖像权为由将相关企业和账号起诉到法院,已经打了上百场官司。 大部分都已迅速告终,获得赔偿金额几千至上万不等。